中共在新冠肺炎防控中 仍然使用了其在历史上屡试不爽的骗术 不过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 它防控人和信息是主要的 剩余防疫 从1998年特大洪水到汶川地震 直到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每次灾难都成为中共伪光正的背景与陪衬 谎言大兴其道 继续绑架十几亿中国人 近日大陆财新网重磅报道 早在12月底之前 武汉多家医院已经把至少9例不明肺炎的样本 送交给基因测序公司检测 得出结论 发现了一种和SARS类似的冠状病毒 此结果立刻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 蹊跷的是 2020年1月初 河北省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分别下达通知 要求停止进一步检测 已有的病毒样本一律销毁 不得对外发表相关论文和数据 12月31日 当地政府通报表示不会人传人 当案人数到1月21日突增超过300人 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这距离疫情出现已有40多天 17年前 2002年的SARS也是 直到实在瞒不住时 中共才公开疫情 17年后 中共没有任何变化 在生命与维稳之间 中共的大小官员眼中只有维稳 因为维稳关系到他们的无纱帽 而万民的性命则连数字都不算 武汉肺炎到底死了多少人 到现在都是一个无法清晰的数字 武汉病医部门回答 只有38%来自医院 其他是从社区等处直接拉过来的 很多患者无法得到核酸检测就已经死亡 而中共为了压低确诊数字 甚至控制核酸测试试剂 武汉病医院人员反映 武汉火葬场以前是早晨工作4小时就足够了 而2020年1月下旬 以24小时工作 是6倍数字 而且出现一炉多湿的情况 一个人死了不是问题 几十万人死了也只是个数字 中共只看中他政权的存活 中共对于生命的末世由来已久 从三反 五反 三年大饥荒 文革 六四 迫害法轮功 难以计数的生灵被中共强害 控制不住病毒就控制传播真相的人 疫情爆发初期 有8人因称出现SARS 被武汉市公安局以散播不实消息为邮训诫 而最后 这8人被证实都是医生 随后 不断有人因发出疫情真相 而被中共国宝威胁或拘留 多名去现场采访报道的公民记者被失踪 遭破门而入的绑架 大量公众号 微博 微信等被封号 日前 辽宁省卫健委的内部文件 下令要求下级部门 销毁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数据 疫情爆发初期 武汉市百部厅社区仍照办4万多个家庭的万家宴 随后 疫情在社区内爆发 百部厅被直接封闭 一天只给一个确诊名额 社区居民被中共放弃 进入2月份 当疫情仍在扩大 病例和死亡数字还在不断攀升 中共高层也承认拐点未到的情况下 中共为了保住政权不垮台 强推大跃进式的复工复产 自2月10日 中共强令复工后 北京 重庆 广东 山东等地 也发生14宗群居感染事件 中共是在拿老百姓的命赌博 不知情的民众会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 疫情严重的韩国 政府宣布补贴居民隔离人士 日本建立一项基金 补贴在家照顾停客子女的上班族 台湾政府拨款10亿台币 补贴无薪价劳工 最长期限可达3个月 而在中国 无薪员工得不到政府补贴 反称的农民工 隔离费还得自己掏药包 中共对疫情带来的生灵涂炭无感 且没有一丝道歉 反而不遗余力地吹嘘 数日建成火山山 雷山山医院 展示所谓举国体制的优势 有人质问 封锁信息导致瘟疫大流行 不正是中共举国体制造成的吗 从围绕疫情的七十谎言可以看出 中共系统制造和输出谎言 善良道德与这个流氓集成体制 有如冰火难容 只要中共存在一天 让民众替中共陪葬的悲剧 就会一直上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